《海贼王911话》和直播片的剧情再次上演,一群恶汉在追捕阿玉,因为他一时冲动,在集市上说了关于光月家族的话,手中拿刀的沸沸,就是追击阿玉的帮凶之一。 不过当这群恶汉看到外来者怒飞的时候,他们瞬间就就转换了目标,并且用电话虫向他们的最高首领报信,他们通知的最高首领就是魔术师霍金斯,他现在投奔凯多成了真打击干部,算上821话最后的电话虫,确认打叠英阿普投奔凯多。 824话基德被凯多打败关在牢里,当初意外遭遇撕黄凯多的三位超新星全都出现了,有两位归顺了凯多,成了他的手下。 当初他们三个走到一起形成铁三角,就像当初的路飞和罗伊亚,目标都是相同的,联手打败撕黄,但是他们三个的这个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一些小差错。 本来目标是红发,半路却遇到了从天上掉下来的凯多,本来这也没有什么,三个超新星实力相辅相成,即使无法打败凯多,肯定还有别的办法。 但是没想到,原本信实淡淡的三人组,见识到四皇凯多的实力之后,除了基德外,阿普和霍金斯全部投降凯多了,至此他们三人挑战四皇的目标告一段落了, 他们三个与路飞组成的联盟,形成鲜明的对比,同样是联盟,基德这边出现了两个二五载,海贼王九夭夭夭化,基德数给凯多并不冤枉,有两个这么多靠谱的队友,能赢才怪,也可能阿普与霍金斯采取的是另一种方法,他们自知与四皇海多实力差距悬殊,所以再等待机会。